阿波罗新闻网独立 感言 新颖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华 美国突传重磅消息 拜登高级助手正在研究 人设崩塌 宗富利被娃哈哈员工集体起诉 习的动机很简单 中国经济危机令人毛骨悚然 摩根大通下调中国股票评级 不建议买入 欢迎收看阿波罗网热点直击 今天是9月7号 星期六 我们的主频道每天发布6到7个视频 我们也会把主频道的视频链接发到副频道社区 获取被忽视的关键信息 做出最佳选择 我们的报道 祝您看清真相 规避风险 欢迎您订阅 点赞 转发和留言 传播我们这个频道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美国突传重磅消息 拜登高级助手正在研究 美国彭博社9月6日发布报道称 拜登 周拜登的高级助手正在起草一项提案 计划创建一支主权财富基金 投资于国家安全利益 包括技术 能源和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 该提案由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及其副手达利普·辛格·Delipsin负责 反映了部分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提出的类似建议 川普在纽约经济俱乐部演讲中表示 应该设立一个政府主导的财富基金 支持国家重大事业 他质问 为什么美国没有财富基金 其他国家有 我们什么都没有 川普的支持为这一提议提供了两党合作的动力 沙利文和辛格几个月来一直在推动该项目 并每周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经济专家 讨论基金的规模 结构和资金来源 这些工作已有所进展 规划文件已经在白宫和相关机构之间传阅 但基金的关键细节如融资模式和投资策略尚未明确 对抗中共国对关键材料和新兴技术的控制 是该项目的重要动力 中共国投资公司利用外汇储备 对自然资源进行了大量投资 而美国助手们希望通过类似的基金提供经济支持 尤其是对与中共国企业竞争的公司提供融资 担保等形式的支持 以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 拜登的助手们希望在其任期内推动这一提案正式化 并通过该基金确保美国在与中共国的全球竞争中保持优势 人设崩塌 宗富力被娃哈哈员工集体起诉 宗富力成功接班娃哈哈集团 成为法人代表 股权争夺战中他成为赢家 然而刚刚接班 他却面临了新的麻烦 被娃哈哈职工持股会集体起诉 核心问题在于股权之争 宗富力试图通过低价收购职工持股会的股份 使自己成为娃哈哈的绝对大股东 然而职工持股会的成员不愿意建卖手中的股权 因为娃哈哈经营良好 持股能带来丰厚的分红 宗富力希望借此整合资源 将娃哈哈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与此同时 宗富力还采取了强硬手段 要求娃哈哈员工重新签署劳动合同 将雇佣方从娃哈哈转移到他绝对控股的红盛饮料集团 此举的目的是让员工听从他的指挥 确保他在红盛饮料的主导地位 并进一步削弱职工持股会在娃哈哈中的影响力 宗富力的低价收购计划引发了员工的强烈不满 娃哈哈职工认为这不仅是对其股权的剥夺 更是对其利益的侵犯 宗庆后生前保持了国资委 家族和职工持股会之间的微妙平衡 而宗富力的举动却打破了这一平衡 试图彻底掌控娃哈哈 宗富力的做法引发了集体诉讼 这场法律战可能只是开始 宗富力虽在股权上赢得了胜利 但他的强硬手段和股权争夺 使他在人品和企业管理方面受到了广泛质疑 值得注意的是 杭州上城区文商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是杭州国资委的子公司 也是娃哈哈的第一大股东 股份占46% 而宗庆后与娃哈哈集团基层工会联合委员会 分别持股29.4%和24.6% 旅美财经学者程晓农此前对此表示 尽管宗家加上职工持股会占有过半股权 但工会干部其实是共产党干部 最终仍然要看党的指示形式 程晓农进一步分析道 一般情况下 中共当局不太会介入民营企业的经营权 只要能分到收益就行 然而 如果上层有意介入 民企就无法拥有话语权 习的动机很简单 中国经济危机令人毛骨悚然 意大利经济学家史卡查维拉尼 于9月6日接受意大利媒体引爆专访 分析中国经济危机将对全球造成严重危害 他警告称 中国的经济危机将毒害全球 所有经济体都可能生病失灵 但中国的案例令人毛骨悚然 史卡查维拉尼曾在国际货币基金 欧洲央行 芝加哥大学任职 他指出 中国生产的商品数量远超其内需 中共政权的目标是摧毁外国竞争对手 而非关心中国人民的福祉 目前中国制造产品占全球30% 但其消费量仅占全球GDP的13% 形成了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 这些未被中国消费的商品都倾销至海外市场 他进一步解释 中共不愿扩大内需的原因有多方面 首先 中共担心重蹈巴西等南美国家的覆辙 这些国家在发展初期增加消费 最终导致支出失衡的灾难性后果 其次 意识形态因素也是一大原因 刺激消费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理念 而这与共产政权的信念相悖 北京命运将巨额资金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 如高铁 而不愿看到年轻一代沉溺于消费主义 史卡查维拉尼指出 尽管中共政府在高铁建设上投入了7500亿欧元 但这些项目未必真正符合需求 反而忽视了人民的基本福祉 他表示 如果一个政府真正关心人民 应该将资金投入医疗和社会保障 而不是只关注在国际竞争中取得优势 他还提到 中国政府在各个产业领域取得主导地位的目标 以明示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 20年前 中国经济上在蓬勃发展时 这种策略或许有用 但如今已无法继续维持下去 史卡查维拉尼警告 如果中国继续通过清销摧毁外国产业链 最终将无人为其产品买单 最后 他强调 单纯依赖中国的GDP增长率数据 来衡量其经济状况 可能会误导外界 因为中共政府通过补贴和操控市场价格 使得GDP数据失去了参考价值 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中国的债务问题 因为该国依赖举债维持补贴政策 摩根大通下调中国股票评级 不建议买入 周四 9月5日 摩根大通将中国股票评级从增持下调至中性 并警告不要继续投资中国股票 彭博社报道称 摩根大通在最新报告中指出 美国大选后可能爆发第二次关税战 加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担忧 使其采取了这一降级措施 以佩德罗、马丁斯为首的策略师团队表示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或再次升温 尤其是北京为应对经济衰退所采取的措施 并不令人满意 可能会对股市施加更大压力 报告提到 潜在的关税战2.0或将比第一次产生更严重的影响 摩根大通还预测 若美国对中国产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 中国2025年的GDP增长率可能从4%下降两个百分点 这是纪瑞银和野村控股之后 又一家下调中国股票预期的金融机构 与此同时 中国的制造业活动已跌至6个月以来的最低点 第二季度的经济增长也低于预期 面对房地产危机和投资者信心低迷 全球各大银行纷纷下调对中国经济的预期 普遍认为中国在2024年难以实现其经济增长目标 摩根大通建议投资者将资金转向印度 墨西哥 沙特阿拉伯 巴西和印度尼西亚等国家 规避中国市场风险 今天副频道的最新内容是 陆虎女狂妄惹惹怒退伍军人 新疆图村真相震撼曝光 惊爆 中共内参系统揭秘 苏联崩溃的阴影在线 中南海恐惧性反应 禁止国际领养儿童背后 您可以点击视频的右上角来观看 每个视频描述下 也有副频道的订阅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